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葱爆猪肝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的猪肝300克 用清水清洗干净备用 然后我们将猪肝切成2毫米厚的薄片 猪肝尽量可以切薄一些 这样爆炒的猪肝口感最好 然后将切好的猪肝放入碗中准备腌制 碗中加入食用盐0.5克 加入少许胡椒粉 加入蚝油2克 加入料酒3克 加入鸡蛋黄1克 加入老抽1克 然后朝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所有调料搅拌均匀之后加入干淀粉10克 加干淀粉的目的是将猪肝的水分封锁 干淀粉搅拌均匀之后加入植物油3克 搅拌均匀腌制5分钟 加植物油的目的是防止猪肝下锅粘连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葱爆猪肝的辅料 准备大葱白200克 斜刀切成小段备用 葱的种类不受限制 可以用小葱或者洋葱 准备紫姜30克切成姜丝一起放入盘中备用 没有紫姜的朋友可以用生姜代替 准备大红椒一个切成红椒丝备用 加红椒的目的是增加菜品的色彩 准备大蒜20克切成蒜片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调葱爆汁 碗中加入食用盐0.5克 加入少许的白糖 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加入料酒20克 加入生抽酱油10克 加入老抽1克调底色 加入干淀粉2克 然后将所有调料搅拌均匀备用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热油倒出之后加入植物油20克 将油温烧至6成热 油温6成热之后将腌制好的猪肝下锅 再加入切好的蒜片 然后利用余温把猪肝滑至6成熟 猪肝6成熟之后加入料酒5克从锅边淋进 再开中小火翻炒几下 翻炒几下之后再将切好的葱段 土浆和红椒丝下锅 土料下锅之后再开中火翻炒10秒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辅料翻炒至断生 辅料翻炒至断生之后再加入 事先调好的葱爆料汁 料汁下锅后开大火翻炒几下 把料汁炒散收紧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非常美味的葱爆猪肝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葱爆猪肝的技术总结 第一腌制猪肝切勿加入鸡蛋清 否则猪肝下锅之后容易脱姜 第二炒葱爆猪肝的时候底油需要多加一些 这样猪肝才不容易粘锅 第三料汁下锅之后不能久炒 否则猪肝容易老化 葱爆猪肝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陶条号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